平转 然后这样立个转 每个动作都是 仿佛自己第一次当演员的感觉 作为暗场第一次事 梅林到底有多少武器呢 就一把刀 高手一般不需要太多的武器 就简单的一个匕首 拍打戏之前 我也跟我们的导演商量过 我说她会什么样的武器 因为我没有拍过打戏 对于武器我都不会 然后我们动作的大演员跟我说 其实梅林她什么都会 我觉得很紧张 但是呢 她这些武器 她又不能随时带在自己的身边 所以这有匕首就是她好藏 但是她在打斗的过程中 如果捡到刀或者捡到枪 她都是随时可以用的 她的武力只是在自己 在自己 我就是武器 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学习的匕首技巧吗 学了一个这种开刀 还会这种转到平转 然后这样立着转 刚开始那个节奏啊 那个点都找不准 拍摄时间有限嘛 你要很快地进入到那个状态 所以一条不过两条不过三条还不过的时候 开始慌张了 就不想因为自己这种不熟悉 耽误大家的进度 第一次接触打戏是什么体验 很未知 每天拍打戏 每个动作都是 仿佛自己第一次当演员的感觉 就是一直看着 武汉老师怎么给我做示范 大概的节奏 该有的那种反应和动作 怎么样能够拍出来 能够更敏捷 更有力量 让大家能感受到 梅林他训练了这么多年 他实际上用力量感 就是每一条 我觉得心里都悬着 是不是能过呀 能不能呈现出来 就比较未知 来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来背 来背 一 二 三 来背 一 二 三 一 二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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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先不要烫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还在藏雪 我想一定要成为高手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拍打戏爽不爽 听郭颖的 那你之后会想再尝试这种有打戏的那种 当然 当然 我觉得第一次拍打戏 拍了一个还挺有难度的 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逼着自己进步吧 我觉得希望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多尝试这种 关于动作类型的角色 好啦 梅林的一天就要结束了 大家记得在优酷看春花宴 我们在春花宴 再见吧